Hello,大家好 嗯,就说一下 嗯,还是关于爱 佛陀呢,是爱人的 孔子呢,也是爱世人的 孔子呢,是仁义理之心 仁者爱人 仁就是爱人 老子也是爱人的 天地与我同体 同体他怎么可能不爱呢 所以我们发现这些 往生 是爱人的 但是他们也是智慧的 他们的目的 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说法不一样 佛家的说法是 为了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佛家的说法是什么呢 虚而时兮之 不亦乐乎 开篇论语的第一句 告诉大家什么是快乐 这是德乐 这是德乐 既是为民 这是让大家 离苦 所以 这些仁家 是仁家 也是教人们 教他的学生 帮助人们 离苦得乐 还有一句话 叫上报四重恩 夏季离民苦 上报四重恩 就是让众生 得乐 夏季离民苦 是让众生 离苦 说法不一样 但说出话来 也都是让人 帮助众生 得到快乐 远离苦难 过幸福 过最幸福 快乐的生活 所以什么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 学佛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但是什么是学佛 学佛就是学孔子 学佛陀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平平安安 这是一生 最高的享受 我们呢 就活错了 如果没错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很幸福 可是幸福的人 有几个 这个世间 谁敢说 它是幸福的 一生都是幸福的 我想有的话 你是那些隐居的圣人 贤人 那些一直在帮助大众 这样的人 这种快乐 这种快乐是真实的 永恒的 永远年轻 永远旺盛的 我拿我自己举例子 我本来是应该买一月份到五月份的保险的 我没有买 我把这些钱捐给了保护自然基金会 捐给了红十字会 我不会生病 我一月份到五月份 我不会生病 因为我已经把保险的圈捐出去了 我没有保险 所以我绝对不会生病 所以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得受益的是自己 你过的是最平安 最幸福的生活 也许大家会想 我买了保险 我有潜质病 但是何苦招那个罪呢 我就不生病不好吗 何必一定要花钱去遭罪呢 所以说你只要真心去帮众生 你得到的一定是平安幸福的生活 没有病苦 没有生苦 没有死苦 这是一定的 希望大家能够 把自己的目标 变成帮助众生 帮助自己 力苦得乐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